大家好,我是五仔 中年好聲音決賽結果已經出爐了 這集我講的 五仔講的 谷卓文拿了冠軍 被傳為肥媽契仔 肥媽條仔 很多的關係 就說他是拿冠軍 一早說他冠軍 這次有沒有做馬呢 五仔有些看法 請大家給我讚好支持我們的廣播 我也做一下功課 有些都聽完 有些都聽不完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唱歌 我都能聽完 安阿希那些 我很多可以說 他其實沒有低音 女歌手唱歌 不如今集主力講一下冠軍 然後再講一下 唱歌一定有瑕疵的一種缺陷味 但有些基本功都還沒有做得好 就是 是否說安阿希 每個人都有瑕疵 谷卓文的基本功 其實他唱的那首Filling Good 他唱的時候已經覺得自己贏了 那種自信心 各樣 完全是 有沒有做馬呢 好像這麼多參賽者 只有他可以唱英文歌 如果安阿希可以唱英文歌 是否可能會好很多 但是古卓文 我覺得他真的有些基本功是差一點 很簡單 如果你當晚有看蔡琴姐姐唱歌 嗯 完全沒有噴咪 完全沒有噴咪 古卓文唱慢歌的時候 一到那些 噴咪 很多沙石 那些位 幸好不是我評判的 否則一定會很低分 因為這些是 很基本的 用咪的距離 肥媽也不會 你媽媽沒有教你的嗎 正所謂 還是你們已經覺得沒有問題 這些是 很基本的 但其餘那些 唱快歌 各樣 都是做回古卓文的事情 他這個冠軍 都是他拿的 你跑馬也是講對手 但是我覺得黃劍文就輸得 不是很划算的 不是很划算的 就是這麼多一首歌 他唱張學友三天兩夜 唱得多有層次 就是每次唱到三天兩夜的時候 就好像有幾個不同的感覺 也挺滄桑、挺唏噓 但是他壞就壞在唱 玩火的歌的時候 好像降了半度 好像不是很適合 雖然他很刻意去做那把 嘔噓 那些 水玻璃的聲音 是有一點點嘔噓 就是那些喉沙的那些 但就不行了 那個 真的好像走了半 就是少許 少許 少許 還有尾也不是 尾也收得不太好 是啊 對 始終有一點點收尾 其實 顏米糕 唱他三強的時候 這首歌也是有一點點尾也收得不好 譚輝這次 就選了記憶面 選錯歌 這首歌 是否用來比賽 可能很多人覺得記憶面很好聽 其實我自己是一般的 我自己是一般的 記憶面這首歌 如果你在宿舍錄很多次 你錄得很完美 就OK 但是 MC唱Live 都 都不是那麼完美 其實這些歌是很難去掌握 因為 你聽了不會很久的時間 如果他 那些分子重新計過的話 譚輝選一首 他平時唱開的 或者他唱回許子安那些歌 可能會好很多 是的 你問我 就水準 古卓文做到的事情 就不是每個人都做到 但是感覺上 我覺得譚輝治和顏米糕 做到的事情 其實是 都會有人做得到 唱歌像張學友那種感覺 沒有什麼標準 唱歌 都是有些音 尤其是顏米糕 譬如他唱《沖口而出》 沖口而出 這些快歌 他很有趣 他很喜歡做表情 很狠 你的力量放在歌上 反而他的力量放在表情上 不是 對 不到 有些事情不到 是未到 我覺得 譚輝治唱的 那首 是不是賞雪 那首歌 其實每個人都唱得差不多 我隨便撐一句給你聽 心裡有話想說 這個不對 再高一點 心裡有話想說 心裡的痛很多 其實每個人都唱得差不多 這些歌 我認為這些是口水歌 如果每個人都能發揮到的音域都差不多 可能每個人唱K唱到一個程度 就是差不多 但顧卓文那些歌不是每個人都能唱到的 所以他就算唱慢歌 是有瑕疵的 但他去到三強的時候 他那種態度和氣嫌 他是贏了 他贏了 我聽他在唱Filling Good的時候 已經覺得他是贏了 但你會不會是不公平呢 為什麼可以讓他唱英文歌呢 其他人是不是都能唱英文歌呢 感覺上是這些方面 肥貓可以教他噴米的事情 真的 這些基本事情 好像 今屆 沒有上屆 怎麼說呢 上屆好像 沒有那麼 上屆特別一點 人們覺得就是 周吉佩的時候 那次說了很久 那次就說 為什麼你會贏呢 那麼 古唱文沒有那麼離譜 我們之前猜 都是猜 都是這樣的 就是三重彩 三重彩 都是猜 古唱文贏的 那是不是因為關係的問題 沒有關係 因為他的獨特性 他的獨特性 但是其實他唱漫歌 唱廣東話歌 是很舊派的 音樂 很長 但是基本功又不是做得太好 他有他自己唱英文歌 那些就是 你真是拉丁王子 但是 但是這些事情 受不受眾呢 他贏了 他贏了 他需要這個冠軍 但是他的音樂 如果是受眾的話 那時候亞洲星光大盜 陳雷也現在做了歌星 古唱文就是欠這個冠軍 就有些 有得出來逛逛 但是他的音樂 我沒有什麼很質疑 他的獨特性 他的音樂 是他才能唱到的 但是大眾 我想也看到他的努力 但是你說是不是真的 那麼受眾呢 反而你說記憶棉 那些 人家覺得是喜歡這些 可能譚輝智唱這首 但是 那首歌你一來不太熟 我覺得 有些音 那些假音 轉真音 轉來轉去的時候 甚至有些卡 好像這麼多首歌 發揮得最差 是這首記憶面 他選錯了歌 譚輝智 但是我也覺得譚輝智 就算唱其他歌 你也會輸給 顧卓文 因為顧卓文 顧卓文 可以有一件事是贏你 譚輝智 就是那個 舞台那種 energy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認同 譚輝智 對著鏡頭的時候 整天的表情是很尷尬的 他跳舞的時候 我也覺得他很尷尬 他是 我想他平時的人 是很 正經的 沒有什麼 就是他不放 他不太放 是的 顧卓文就不是 你看到他真的是一個表演者 是的 賽果合理的 顏米高 和黃劍文 我自己喜歡黃劍文 多一點 多一點 顏米高 老實說你唱《寂寞的男人》 你一開聲 唱得好像張學友 你說這些是否好 你普通人聽歌 就說很厲害 唱得好像張學友 每個人都像張學友 出來唱 唱K就是 如何唱 《寂寞的男人》 讓我哼一句給你聽 嗯 繁華掌聲女 只想一個人沾沒 都是那些 從難關出發 心聲可有誰 透露 都是會這樣唱 就是唱得好像那個 就沒有什麼特別 是的 如果你是選歌星 這些是不能入圍的 以前我們去看別人唱《新秀》 或者什麼 很多時候 他覺得自己很厲害 他的朋友都會覺得很厲害 好像張學友 但是別人選明星 是不會想你 扮明星 是的 但是反而我覺得 黃劍文唱得 挺有 挺有靈魂的 其實唱歌的感覺上 是的 之前 這裡要公開說 說不好意思 那時候 為什麼說他有老婆呢 這樣 我是 我是有點失誤 因為我去按黃劍文 然後最多人搜尋就是老婆 是的 就是第一個關聯字 一進去就看到那個女孩子和他的訪問 然後裡面就說 他在說 我到底怎麼認識他呢 然後說 我看到他在basking 然後說 我通街也認識到男孩子 你說什麼呢 然後下面的標題就是 我們用音樂談戀愛 我真的以為他是他老婆 那就誤會了 不好意思 是的 幸好我沒有說周慧敏是你老婆 不是你阿爽 哈哈哈哈 是的 OK的 是的 譚輝智是 對鏡頭就吃虧一點 樣子經常都很尷尬 但是他好像是爸爸來的 我又怕說錯 有人說他是爸爸來的 對著小朋友是這樣的 這些叫做 一個 古卓文比賽給了十幾年的人 譚輝智是不是剛剛才出來對這麼多觀眾 這樣輸 也是這樣 因為古卓文是贏他的老本 贏老本 你說他的能力和他那時候 亞洲星光大道會不會差很遠 其實那時候我也沒有什麼感覺 但我記憶上好像是差不多 他現在是成熟了 那些事情是做得好的更好 他做得不好的都是差不多 唱慢歌的時候也是這樣 都是舊派一點 其餘那些就 就更加是 沒什麼好說 真的沒什麼好說 有一個姐姐 是不是喜歡抱著別人 自己有老公又會抱著別人的伴侶 那位姐姐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但是 唱歌是敢唱 夠大聲 敢唱 但是是不是好不好聽 好不好聽就是一件事 好不好聽就是另一件事 安娜希 安娜希 簡直就是 也是基本功的問題 如果你比喻一隻 我跟Ivan Sir說 你比喻一個人唱歌是一個樂器 他每次就要放自己的聲音 就在那個鼻腔發出來的 那個共鳴腔 但是到了深口的共鳴腔 那些低音就沒有 沒有聲音的 你知道樂器是 是虧的 低音是 一到那些低音就很薄 很萌 去到那些高音就要很響 你就變成有技巧 那些歌是沒有靈魂的 我還想稱讚他 他唱一下鄭秀文 那首歌 唱一下鄭秀文的歌 那首歌出來的時候 那個颱風也有的 就是生氣著生氣 又遮蓋得很瘦 然後出來 誰知道一開口又是這樣 又是一枝炮出來唱歌 唱歌不是這樣的 唱流行曲 我知道你那件事很擅長 覺得這樣才好聽 我要中那個共鳴腔 但是有時候 開頭的那些位置 就不用這麼行的 是啊 不然就變得很老套 又是 但是他有些位置唱得不錯 所以才可以去到今時今日這個位置 這樣 對 看看還有些什麼說他們 是差不多的 是差不多的 是 但是他說自己 就是 人家說他 顧卓文 是內定冠軍 肥媽的契仔 還是肥媽的兒子 那些 他啊 他好像說 他和肥媽是沒有關係的 你說笑好 當然不是 當然有關係 我不是說他兒子 事實上 你跟過肥媽去加拿大 肥媽有份唱歌 你沒有份唱都跟過去 你可能是跟前輩學習 肥媽是認識你媽媽的 如果媽媽知道你這樣 覺得兒子來參加是沒有錯的 這次他贏了肥媽有沒有哭 我現在錄音的時候還沒看到 都是那些大龍鳳 看到他之前 每次出來都是 哭了口 唱完一首歌 看到一些評判 然後又哭了哭 所以說他們的 表情態度不太受眾 不過不要緊 就是 你做肥媽接班人 對 其實 我覺得 古唱文的樣子 跟肥媽的先夫有些輪廓 是有點相似 其實你們是不是有親戚關係 你跟肥媽沒有關係 是否跟她老公有些親戚關係 我覺得 他們的樣子是很相似的 不過我這樣說 就算今世沒有關係 上世可能很親密的關係 也不一定 我又不覺得是造馬 除非你說她可以唱英文歌 別人不能唱 我不公平 也不知道她是什麼賽制 但其實唱歌比賽 我一向就說不公平 你又不是大家跑同一個路程 又不是同一個性別 是吧 你有什麼公不公平 你唱多少個字 又不是一樣的 你說大家全部一起唱 feeling good 這樣 那都是猜唱文贏的 那些歌不太容易唱 那些歌 他有他的獨特之處 他有他的獨特性 走出來的樣子 就不失禮 不過就 他如果不是唱這些東西 譬如 唱一些 有些歌的時候 就太孝了 那個靈魂的樣子 就看到你那些位置 比較上 不… 不懂得說 喜歡就喜歡 不喜歡就 有些瑕疵 那些位置 但他唱英文歌 他唱快歌是 沒得輸 對了 你鬥這件事就贏了 也算實至名歸 其餘的對手 譚輝志 真的 發揮得一般般 尤其是記憶棉 可以說是這麼多首歌 一直以來唱得最差 對了 米高反而他三強的時候 唱得不錯 我覺得他唱得不錯 不過 他之前唱 不是… 陳奕迅那首歌的時候 就… 如果你把那些力 不是放在臉上 放在聲音上 可能會好些 我經常覺得那些表情 是特別誇張的 對了 那就這樣吧 希望顧暢文 以後唱 慢歌的時候 不要這麼噴咪 不是就很難聽的 其實 學點東西吧 跟肥媽這些位置 不要說不認識人 沒有關係 有關係又如何 陳奕迅當時拿冠軍 他父親是老闆 是不是 有什麼沒有關係 有沒有關係 不要緊 真的不要緊 你有關係 但是你有關係 你能夠服眾就行了 你問我 我猜唱文是否能服眾 他能夠服眾 他能夠服眾 在這班對手 因為有人有缺點 做得不好 譚輝志 黃劍文輸在他那個 碎玻璃的時候唱得不知如何 但是他唱三天兩夜是不錯的 是不錯的 其餘就是 很一般的 你問我 這次的比賽 能服眾 這次的比賽 馬上說 立即搞演唱會 賺錢 就是整個中年好心甘義 OK的 OK的 我覺得 為何不搞三 立即搞三 又搞富六壽 富六壽我們沒有話說的 哈哈哈哈 扮誰 像誰 那些 很容易搞 我上次都說 你有化妝有設定 最難扮是聲音 和神態 是不是 那 就是這樣 恭喜 鼓卓文 起碼對自己有個交代 可以賣貴一點 你說出去表演 這個是冠軍 對他來說是好的 他本身 他一直都是一個表演者 在澳門 在各地 現在在香港 甚至在香港也可以找到吃 他以前升安大道 但是他也是那些板斧 他在澳門表演也應該會有 但是現在多了一個 中年好心甘冠軍 可能有其他機會 拍劇 各樣 各樣 真的可以完成一個夢 感覺上也有個安慰 恭喜 恭喜 今天先講到這裡 下次再談 下次再聽聽 那些專業人士怎麼說 我不專業 我不專業 我是一個普通的 聽眾 一個八卦的網民 去說這件事 總有一些比我 對音樂更有認知 我不懂 我只是 聽聽聽 以前的90年代流行曲 我不懂 比起Ivan Sir 和Kell Sir Kell Sir 唱歌真的很有研究 Ivan Sir 對樂理 對音樂 也很有研究 我自己 只是 我只是死要命 可能有些聲音源 別人覺得我聲音OK 還有 其實我覺得 男人唱歌 你剛才聽的人比賽的 那些 都是張學友 陳奕迅 那些 都是K歌 那些 所以我其實挺厭 那些人說 我挺厭 唱歌 所以我當時聽到 李隆基那些舊歌 我第一次聽 對我來說是挺衝擊的 是啊 我已經厭到 常常在扮女人唱歌 男人女人聲音了 那些 那些 不是我玩的 十幾歲 二十歲 已經玩到 玩到爆了機 你唱得再好 就是張學友 我覺得就是這樣 再不是 好像之前有人唱 《黃金時代》 又是陳奕迅那些歌 我就對 香港流行曲 沒有了那種熱誠 既然他們有熱誠 我繼續努力發展 恭喜各位 古卓民都是實至名歸的 祝他們前程似感 拜拜